魏无羡一脸我就知道的表情 抱着胸说道 哼 我就知道你会 等等 你说什么 蓝忘机 我说行 魏无羡的嘴角 不受控制地往上扬 魏无羡开心地跳了起来 细细地胳膊 挽住了蓝忘机的胳膊道 走吧 走吧 蓝战 我们走吧 到了蓝忘机家后 魏无羡发现蓝忘机的父母都在 蓝妈妈看见魏无羡后 立刻起身招待他 两方其实早就见过面了 但见面的时间总是不长 魏无羡很有礼貌地说道 伯父伯母好 蓝妈妈非常喜欢魏无羡 她摸着魏无羡的头道 小线线好 日子过得开不开心 忘机这小子对你好不好 魏无羡撇了撇嘴 小声说了句 不一定呢 我送他礼物 他都不收 蓝妈妈点了点头 看向了蓝忘机 蓝忘机很疑惑 自家母亲那是什么眼神 蓝爸爸倾咳一声 说道 夫人啊 先让孩子们喘口气一下 他们才刚到家 蓝妈妈 也是 对了小线线 今天怎么跟忘机一起回来了 魏无羡露出一副委屈的样子 揉了揉自己的头顶道 我被篮球K到了 所以蓝战就把我带回家 因为今晚家里没人 他并没有把真相说出来 只是说 是他路过球场时被K到 然后刚好被蓝忘机发现 蓝妈妈心疼地揉了揉他的头顶道 小线线真可怜 以后要小心点 魏无羡 谢谢伯母关心 蓝妈妈说道 对了线线啊 今晚你是要住在我们家吗 魏无羡点了点头 蓝妈妈开心极了 好好好 今晚我要大展厨艺 给小线线煮好吃的 蓝妈妈望向蓝忘机说道 忘机啊 今晚线线跟你一起睡一间房 蓝忘机 好的母亲 一旁的蓝爸爸笑了笑 他也挺喜欢魏无羡这孩子的 不过蓝妈妈比他要来的 更加喜欢魏无羡 晚餐很丰盛 蓝妈妈也给魏无羡加了很多菜 给他吃了好多好吃的东西 也给魏无羡喝了好几碗汤 魏无羡摸着自己圆鼓鼓的肚子道 胖了 蓝妈妈笑道 胖才好 这样才可爱 魏无羡撇了撇嘴道 可是这样就不讨人喜欢了 蓝妈妈 不会的 你不管怎样都可爱 你说是吧老公 忘机 蓝爸爸 夫人说得都对 蓝爸爸跟蓝妈妈 以及魏无羡都看向了蓝忘机 蓝忘机轻咳一声道 很可爱 蓝妈妈 谢谢你看我没骗你吧 魏无羡小脸一红 点了点头 嗯 睡觉的时候 蓝妈妈并没有给魏无羡打地铺 而是拿了另一个枕头棉被给魏无羡 让她跟蓝忘机睡在一张床上 蓝忘机 母亲这事 蓝妈妈 你跟线线睡在一起 是你赚到了 我们线线那么可爱 你不吃亏 况且你这床这么大 线线那么小只 占不了你多少空间的 蓝妈妈摆了白手道 好了好了 我不打扰了 你们睡吧 临走前 蓝妈妈提醒手里拿着热牛奶的魏无羡道 献献啊 牛奶系的喝完 这样才比较好睡觉 魏无羡笑道 谢谢伯母 睡觉的时候 两人挤在同一张床上 蓝忘机觉得有些不自在 虽然之前在魏无羡家的时候 就这么睡过 可那时候是逼不得已的 蓝忘机转头看向魏无羡 这人已经睡着了 而且是睡得很熟的那种 蓝忘机看着魏无羡微张开的小嘴 眼皮也在细微的动着 蓝忘机伸手摸了摸魏无羡的脸颊 魏无羡动了一下 蹭了蹭蓝忘机的掌心 蓝忘机将手收了回来 看着自己的掌心 这个小学弟很喜欢他 可自己却对这个小学弟没什么感觉 可偏偏自己又对这个小学弟莫名其妙的好 也不能算好 就是对他的态度跟别不一样 蓝忘机看来还不知道 自己为什么会被这个学弟喜欢上 魏无羡 蓝湛 蓝忘机 魏无羡 蓝湛 嗯 二哥哥 蓝忘机耳朵一红 想要贴近魏无羡的冲动 刚想要凑近时 魏无羡整个人直接往蓝忘机怀里钻 像是抱着布偶一样的抱住蓝忘机 魏无羡蹭了蹭蓝忘机的胸膛 魏无羡在蓝忘机怀里时 整个人小小一致的 蓝忘机也是这么觉得 为什么魏无羡明明也是在成长期 为什么却可以这么小一致 隔天是假日 蓝妈妈并没有叫他们起床 相对之下 魏无羡反而比蓝忘机还要早起来 魏无羡起来时 发现自己在蓝忘机怀里 脸颊红了 蓝忘机像是感觉到怀里的东西不见了 伸手揽住了魏无羡的腰 这让魏无羡脸颊更红了 魏无羡索性躺了回去 重新抱住蓝忘机 就睡到自然醒吧 可刚一躺回去 蓝忘机设定的闹钟就响了 蓝忘机迅速地关掉闹钟 生怕吵醒魏无羡 蓝忘机低头查看魏无羡 蓝忘机见魏无羡眼睛还闭着 蓝忘机就轻轻地将人的手放下 蓝忘机也轻手轻脚地 下了床 他跟魏无羡盖了被子 蓝忘机心想 反正魏无羡都在睡觉了 那么直接换衣服应该不会怎样 蓝忘机背对魏无羡 直接开始换衣服 此时魏无羡缓缓缓地睁开眼 就发现他的学长在换衣服 魏无羡看着蓝忘机的背 直流口水 这身材也太好了吧 虽然才高中略微青涩 但光是这样的身材 已经算很好了 蓝忘机的皮肤很白 完全没有瑕疵 魏无羡两眼放光地一直盯着 原以为蓝忘机只是简单地换个衣服 魏无羡被发现了 他迅速地躲到被子里 他说道 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其他的我都不知道没看见 魏无羡下楼后 整个人的脸都红红的 蓝妈妈看到后 以为是蓝忘机欺负魏无羡 蓝妈妈质问蓝忘机 为什么魏无羡的脸颊会红 而蓝忘机只能沉默不语 要是告诉母亲 魏英是那这样 魏英会很没面子的 蓝妈妈见他不说了 叹了口气 转而去问魏无羡 魏无羡只能编了谎话 说是因为太热了 才会脸红 蓝妈妈仔细想想 最近天气确实有转热 就相信魏无羡了 因为魏妈妈跟魏爸爸 已经回到家了 魏无羡只能提早回家 蓝魏两家距离蛮远的 蓝妈妈就安排司机 在魏无羡回家 当然 她也要求蓝忘机 陪魏无羡回家 顺便送个东西 给魏爸爸喂妈妈 在车上 魏无羡吃着蓝妈妈给的水果拼盘 一口接一口地吃 蓝忘机发现 魏无羡吃最多的是葡萄跟苹果 蓝忘机 你喜欢葡萄跟苹果 魏无羡看着他点了点头 随后将苹果放到蓝忘机嘴边 口齿不清地道 你也气 蓝忘机张开嘴吃了下去 魏无羡见他吃下去了 很是开心 在到家前 魏无羡已经把水果吃完了 魏无羡正想要添手指时 蓝忘机伸手拿着帕子 给他擦了擦手